当当当 伯伯们好 我是你们人见人爱的老姐姐 上一期不是讲到嘛 因为去这个同志桑拿的这个事情啊 不跟老gay给撕逼了嘛 结果老gay当时当下是乖巧了 结果当晚老gay就发飙了你知道吗 开挂了 光天化日之下 把同宿舍的一个斯里兰卡小哥给吸了 老gay为了证明啊 我和他这个塑料姐妹花感情之间啊 还有点啊 这个镀金的成分啊 吃水不放挖紧人啊 老gay啊 转手啊 就把这个斯里兰卡小哥就介绍给我了 就像个二套饭子一样 这个斯里兰卡小哥呢 叫做阿渡啊 只有20岁啊 涉事未深啊 乳秀未干 人生呢 第一次出国啊 第一次来巴提啊 第一次啊 就住到了老gay的这个鸡窝 所以这么一只小嫩妞啊 在老gay和这个老gay的这两只老狐狸的引领之下 很容易走向这个歪门邪路 另外呢 果然是小年轻啊 身强体壮啊 半个小时之前嘛 被老gay这么稀里发 结果还有力气 然后老gay呢 把他介绍给我之后嘛 我就问他 我说你还有力气吗 他就嗯 他就那种特别单纯的 重重的点头啊 真是老姐姐看的真可爱 然后呢 老姐姐和老gay啊 就把这个斯里兰卡小哥阿渡啊 就领到了房间啊 结果啊 把这个裤子一脱啊 哎呀 追尸啊 大死了啊 一根大茄子 这个小哥呢 绝对是一头小毛熊啊 就身上毛茸茸的毛特别多 但是呢 人家在这个茄子的地方啊 把毛肉刮得干干净净 然后呢 他就躺在床上面嘛 我就把那个iPad给他 里面播放了啊 两个女的和一个男的在那边搞啊 然后老gay啊 就伸出两只弦猪手啊 就摸了他那个大大的胸脯啊 捏了他两个啊 硬硬的补到 老姐姐呢 就啊 埋头苦干啊 在下面一阵啊 这个吹拉弹唱啊 真是 啊 没过一会儿啊 就他啊 你知道 像年轻嘛 就来得特别快 你知道 特别容易被刺激的 然后就是 一下啊 就射了 然后射完之后嘛 我就让他站起来啊 我就拿了个相机啊 接着他一阵猛拍 就觉得 哎呀 真是太可爱了 然后嘛 就一看啊 毛茸茸的啊 真的是啊 好可爱啊 一只小熊熊 然后老gay这个时候嘛 就脑子转路啊 就问了一句不该问的话 他就说 呀 你用一问问他 你看 他是他的这个口口好了 还是我的口口好了 然后呢 我就很凶狠地盯着老gay啊 就看了他几秒钟 就这样子 然后老gay被我这么一瞪啊 就马上这个求生欲就上来了 他就马上改口 就说 呀呀 我的老妹妹 这是 你看我这个嘴笨的啊 肯定是 你的口口好 你的口口好呀 我能跟你比呀 我比不上你 然后我就说 他妈的比的 你他妈知道还问啊 跟谁比 跟我比 然后老gay就被我训的 他就敲咪咪的啊 阿渡也不知道什么景况 然后嘛 这个阿渡的茄子嘛 不是还硬着嘛 我说 哎 老屁眼 你快上这个茄子再插插你那个菊花 帮你捅捅 然后老gay就说 呀呀呀 你这是想啥了 我虽然老了呀 这个菊花松了 但是这个茄子实在是太大了呀 我把我的皮眼捅了 万一捅出问题来咋办了 我就说 你他妈逼的 你不用捅我脑子也有个问题 说不定 万一捅一捅脑子就通了 然后老gay就说 呀呀呀 你这个老妹妹嘴可毒了 我这么孝敬你了 你还疏弱我 然后我跟你们说啊 这个老gay也是一个 就非常矛盾的存在啊 就是表面上你看啊 这个家伙啊 就是他也能够干出来那种 精掉下巴毁赛关的事情呢 但是与此同时呢 他这种讲话的态度啊 说话方式啊 眼神啊 让你觉得也挺真诚的 你知道吗 就一种那种小农村啊 小城市里面那种啊 这种善良淳朴的农民工的感觉 然后呢 我还原来啊 特别就是专门思考过 就是我和老gay啊 都是属于这种啊 吸鸡巴的异类 那我们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呢 然后呢 我想了想呢 我的本质呢 我觉得我应该是一个猫科动物啊 就比如像豹子啊 猫这一类的啊 具有这种灵活性啊 激动性 敏锐 而且还特别的狠 然后老gay呢 就特别像 灵长类动物里面的那个狐猴 你们看这个照片啊 像不像啊 像不像 就是整个样子啊 就是个老逼东西啊 就长得也是啊 贼迷鼠眼的啊 但是你知道吗 这小眼神啊 看着还挺真诚的 你看到我眼睛啊 都是东表西表的啊 就是因为我脑子 一直在算计着 你知道吗 在想着啊 各种的套路啊 怎么去吸男人 但是老gay长激发的 就是一脸那种 求菩萨的那种真诚样 你知道吗 就是 哪有鸡巴 人就去哪 那种感觉 跟着鸡巴走 就比如说 呀 那有鸡巴了 走过去看看 就这种德行 所以呢 我觉得我更像是那种狩猎鸡巴的 这种猫科动物 老gay呢 就是那种捡果子的猴 猴猴 捡到哪是哪 而且呢 你不要看我表面上啊 在吸鸡巴啊 其实呢 我是在玩一种人性实验 我很喜欢看这种人啊 在这种突发情况之下的这种反应 就比如说我突然问他 我说我要吸鸡巴 然后或者是 我要怎么样 我想看他这种反应 而且很多时候啊 会有那种特别出人意料的结果 你知道吗 就特别 就像人生的惊喜一样 总之呢 就是我这种啊 表面上吸鸡巴呢 实际在探索人性的这种过程啊 就是印了那句话 叫看山飞山 看水飞水 老gay呢 就是管他们几百山山水水啊 拿到一个是一个 然后呢 这个斯里兰卡小哥啊 阿渡走了之后嘛 我就去看一下这个监控啊 我就想看看就是 这个老gay是怎么勾引到他的 结果不翻监控不要紧啊 结果一翻啊 真是大跌眼睛啊 这个老屁眼 竟然在他吸到这个 斯里兰卡小哥之前的半个小时啊 他们把人家一个印度小哥啊 已经吸出来了 真是 而且还是在公然的啊 就正对着我这个摄像头下面啊 所以我说这个老屁眼东西 就是他妈个胡侯 真的是啊 真是为了吸鸡巴 老鸡巴脸都不要了 真是啊 你说他妈打狗也要看主人啊 你他妈吸鸡巴也要看 在哪个鸡舍呢 他妈今天在老鸡的地盘 你知道吗 就是撒花起来了 就是这个贱货 因为这个印度小哥啊 他当天入住的时候啊 就被我盯上了 你知道吧 我就一直把他当作我的猎物 你知道我还一直在想 用什么套路可以把它搞定 结果这个捡果子的胡头老鸡巴东西 就他妈把老娘的饭给抢了 他真是杰族先登了 这个故事呢 大概是这样子 就是个老gay呢 看到这个印度小哥啊 在沙发上面 打这个视频电话 我后来还确认过 人家是在给自己的女友啊 视频通话 汇报一下在泰国的情况 然后呢 趁人家这个印度小哥啊 无暇顾及这个老屁眼啊 这个老东西呢 老gay就伸出了这个闲猪手啊 就先摸人家的腿啊 再摸人家的肚子 这个小哥打完电话之后啊 我就跟你们说啊 接下来呢 我就要给你们揭露一个这个世界 真实的面纱 一条公理 就是你敢做多疯狂的事 你就能够遇到多疯狂的人 真的是这样子的 虽然这个印度小哥百般阻挠 就是啊 身体还是很诚实的 老gay就把人家摸印了 然后这个时候啊 你看监控啊 这个时候上来一个小哥啊 就他马上就停下来动作了 这个小哥就是啊 就是半个小时之后啊 老gay 吸的那个斯里兰卡老哥阿渡 然后这个阿渡进了房间之后嘛 老gay又继续开始摸啊 他下面被裤衩一大包嘛 老gay就通过这个裤腿啊 就伸进手进去啊 就进去去掏了啊 把人家掏出来之后啊 就是啊哈哈哈哈 就开始啊 埋头去舔在那根棍子 你看这老片东西啊 一脸剑药啊 真他妈就吃了熊心泡子胆了 光天化日之下啊 就干这么确实的事 我跟你们说 这就是直男 这就是男人 男人呢 就是欲望的集合体 男人在性这个方面啊 干出来的很多事情啊 就是疯狂程度 是远远超过很多女人的想象的 因为女人呢 大部分情况下呢 是一个情感动物 所以呢 在很多行为之前啊 女人会思考很多东西 要深思熟虑 但是你们看啊 这就是男人啊 男人那根下面那根 棒子啊 那根筋啊 只要开启了啊 就是啊 各种放荡不羁 老gay不是在那个酷腿的位置吗 给这个印度小哥啊 吸了几秒钟啊 那个印度小哥不去感觉更爽了吗 在这种推波出栏之下啊 这个印度小哥嘛 就把这个棍子啊 收了回去啊 他都拉开拉链 掏出这根大棒子啊 这样老gay在上面啊 埋头骨干 因为这个时候嘛 在公共区域啊 老gay还有点顾忌啊 觉得可能不好啊 老gay的嘴巴在上面 吸了几口之后嘛 他就抬起头了啊 就直直这个厕所 意思就是我们去那边吸 然后这个时候啊 就应验了 我之前不是在一期节目里面 说过的吗 就是印度人啊 都是闪电侠 你知道吗 然后这些小妹呢 喜欢的第二类客人啊 就是大南亚地区的啊 就是这些印度啊 俗称啊 闪电侠 这些南亚地区的汉子们啊 就特别的容易就射了 你知道吗 然后印度小哥 就直接无视了 这个老gay的指示啊 然后一把呢 一把老gay抬起了头啊 又不就按了下去啊 结果吸的不到五秒钟啊 真的就不到五秒钟啊 就不就射了 你说我说对吧 果然就是啊 闪电侠 我跟你们说啊 这个视频啊 我自己看的时候啊 我回放了很多次啊 我就在品味 这个印度小哥当时的心理 就当时老gay在直指厕所 说要去厕所吸的时候啊 你们能够看出来啊 就是这个印度小哥 这个脸上面啊 显露出了一种 非常的坚定 笃定啊 这种态度 因为这个印度小哥 非常有知识之名啊 他自己非常清楚啊 就有这种卖步子啊 不到几步 去厕所的时间啊 他就知道自己肯定能射了 哈哈哈哈 结果你说啊 好小不小啊 刚刚这个老gay给他吸完啊 然后呢 这个印度小哥的朋友啊 就从这个门里面出来了 结果你看 老gay和这个印度小哥啊 这种见父赢父啊 就马上一副啊 肃不相识的样子啊 感觉好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你们看看这演技啊 我跟你们说 妹子们啊 你们千万不要对自己的 这种什么侦查能力啊 太自信了 有时候男人这个出轨啊 就是你甭管出轨 就像是男人是女的啊 有时候这个事情就发生在啊 就这种 啊 弹指一挥肩 你懂吗 哈哈哈哈 太快了 然后呢 这个印度小哥啊 就跟他穿白衣服的 也是个印度人啊 就一起下去就出去浪了 之后呢 才有了老gay啊 回到房间之后啊 你看这个贪心不足 蛇吞象啊 他就开始勾引那个斯里达卡小哥 阿杜啊 勾引成功之后啊 这个就导手一转啊 借花献福啊 送给老姐姐 你说人间是不是处处是惊喜啊 处处是沧桑 只有你想不到啊 我跟你说 真的没有你做不到 然后到了第二天啊 这个斯里达卡小哥阿杜啊 主动来找我啊 他说他下面特别咬 想操一下 然后呢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被操的 你知道吗 但是那天嘛 老姐姐就啊 菊花朵朵开了 然后呢 我和斯里达卡小哥阿杜的事情啊 就是一条新的故事线了 以后呢 老姐姐会专门开一期啊 斯里达卡片来讲啊 也是很精彩的 哈哈哈哈 未完待续啊 下集更精彩啊 宝宝们一定要多多的关注 点赞啊 转发啊 老姐姐这个频道 这样老姐她有动物力啊 持续地坐下去 喵喵